大家好 咱们今天接着来聊中国的权力换届 有一个版本的猜测从去年开始就有了 就是说中共十九大以后 李克强交出总理的位子去接张德江的班 当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而王岐山接李克强的班当国务院总理 这个猜测去年就有了但是几经沉浮 因为去年秋天开了中共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提出了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目标 会后还成立了一个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王岐山当组长 这样给人的感觉就是说要为王岐山量身打造一个国家监察委员会 然后交到他手上 所以关于他接任总理的这个猜测就一度消沉下去了 可是在今年三月初开两会之前 纽约时报又登了一篇文章 就是把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锁定在王岐山这个人的去留 和他怎么被任用这个事情上 这个着眼点其实是对的 因为中共十九大上最重要的人事看点就是两个 一个是习近平要不要舍接班人 第二个就是王岐山是去是留 他留下来的话干什么 其他人事问题都是次要的 今天的明报上有一篇文章 是说十九大上有可能会更改党章 然后会更改宪法 打破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所谓这个任期限制和习近平设不设接班人呢 是同一个问题 就是说习近平如果不想设接班人的话 那他就要更改任期限制 不管是习近平当总书记 还是当国家主席 只要他事实上回到了终身制 那么他设不设接班人就不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了 那今年两会结束的时候呢 德国之声也登了篇文章 猜测今年的两会记者会可能是李克强作为总理所主持的最后一次 两会记者会了 那意思呢就是 觉得他有可能会从总理的位置上退下来 他引用了一个分析认为 李克强还是有比较大的可能 十九大以后去当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交出总理的位置 所以这又涉及到一个谁来接总理班的问题 这个文章当然又想到了王岐山 在分析这个方案之前呢 我想先探讨两个在吃瓜群众 就是普通围观群众里面 对政治比较感兴趣的群众里面常有的观念 我觉得这两个观念有一定的普遍性 也是 一种误解吧 第一种吃瓜群众里面常有的误区就是 他们认为不管权力结构怎么变化 人事布局怎么安排 在最高领导人心中啊 他是早有复稿的 是成竹在胸的 在实践中 只不过一步步的要去实施 要去排除障碍 即使有调整 也是根据阻力的大小 再做一些修正 做些有限的修正 而明确的目标 他是早就有的了 之所以说是一种误解呢 就是因为我们去看中共的历史 你会发现 他在历史上许多重大的政治决定 都是在非常接近最后一刻的时候才做出来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博弈啊 其实他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 是花在什么上面呢 都是 互相试探呢 隔空过招啊 旁敲侧击啊 寒沙摄影啊 都是花在这些事情上 他真正 面对面的啊 就是咱们你一言我一语 把这个事情摊开了 争个输赢 往往是到非常接近最后的时刻才发生的 举个最近的例子 比如说五年前 开十八大之前 关于胡锦涛会不会裸退 他会不会效仿江泽民留任一段时间的军委主席 一度呢就吵得沸沸扬扬有很多猜测 有说他会的 有说他不会的 那么在九月下旬 就是九月二十号的时候 香港前特首董建华 他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接受CNN采访的时候 还很肯定的说 说他相信 胡锦涛从总书记位置上退下来之后 还会留任军委主席一段时间 结果差不多是到了最后一刻 就是十八大那个都要结束了 我们才明确的知道胡锦涛确实是裸退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胡锦涛在这之前的过程中 就没有心想留任军委主席 董建华在媒体上放风说这番话的时候呢 当时就有人猜测他是奉旨放风 确实我们也不能排除就是胡锦涛让董建华出来说这番话的 试探一下 各方面的势力对他这个想法是什么反应 是不是支持他留任军委主席 也就是说在这整个博弈过程中 其实各种评论猜测放风和对放风的反馈 最终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当局者最后的决定 他并不是一开始就特别目标笃定的 尽管说个人意志的强弱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比方说习近平的意志他肯定就比胡锦涛强很多 所以在过程中啊他对自己目标的摇摆程度也不会有胡锦涛那么大 但是总的来说在中国的权力的游戏那个环境里面 总体上不会像很多吃瓜群众所认为的那样 当局者一开始的目标就是特别明确特别笃定的 比如说一开始就决定了要让李克强接着当总理或者不让他当总理 就要让他去人大等等 那第2个吃瓜群众常见的误区就是认为 圈内的人就一定知道很多内幕 特别是官员到了一定的级别 官员级别越高 他知道的内幕越多 如果到了省部级那似乎整个体制对他都是透明的了 所有内幕尽收眼底 当然这个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的 就是一个省部级官员他知道的内幕肯定比一个科处级要多 因为很多消息的传达在中共内部是按级别传达的较低级的官员他接触不到很多信息 那么 圈内人知道的内幕肯定也比圈外的人多 特别是对于很多具体的事情 他肯定比我这种人知道的多得多 我的意思是说他所知道的并不如大家所以为的那么多 就特别是在一些大的事情大的方向的判断上 即便是高官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也不足以让他们很容易就做出判断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这就涉及到黑箱政治的一个特点 啥叫黑箱啊 那黑箱不仅仅是对我们这些局外人是个黑 他们对自己人也是黑的 就说在这个黑箱里面 呆在黑箱里面这些人彼此之间也是一抹黑 也是看不清对方 他们互相之间也是要凭一些蛛丝马迹 威严大义来相互揣测 因为在这个体制里面呢 没有人会轻易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因为你这么做很危险 会让你的对手有所准备给你设置很多障碍 假如说这个官员级别越高 这个体制意味着就对他就透明了 那么就不会发生某些高官今天上午还在做报告到了下午就被抓的情况 显然他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的 如果他准确的看到这个危险已经这么紧迫 他早就跑了 他还会留下来给你抓吗 就是说哪怕是高官 他经常在重大问题的判断上他所面对的信息也是混乱的 他也要去筛选才能做出判断 比如咱们刚才讲的那个高官被抓的例子 他很可能正在通过他的上层关系帮他活动 在保他 早上人家还给他打电话 就是有内线给他打电话说 你不用担心 我都给你搞定了 中纪委把你的案子已经割下来了 现在不会抓你了 然后他很放心的把他十几本外国护照 重新放回保险箱 然后很安心的去开会 做报告去了 结果刚从讲台上下来就被抓了 那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说一下 李克强会不会从总理位置上退下来的问题 我之所以认为这种方案现在看起来可能性不大 是因为他给习近平制造了一个很大的麻烦 就是谁来接总理位子的问题 因为你要破除七上八下的潜规则让王岐山留任 对习近平来说已经有一堆复杂的关系要去摆平了 所谓七上八下就是到换届的时候你如果到了68岁你就要退休67岁可以再干一届就这么个意思 就是要摆平这件事情已经够麻烦了 总理一旦出缺了谁来接 又会是一个新的麻烦 他会在官场里面引起很强的波动 这对于习近平去控制整个局势来讲 凭空增加了一块工作量 那当然有人会说那王岐山就来接班嘛 王岐山应对过萨斯危机 应对过08年的金融危机 在体制内很多人把他看成是灭火队长 他是接替总理的合适人选 可是呢时间已经过去五年了 他要在18大上接总理的班呢也不会有现在这个麻烦了 现在呢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王岐山要去接掌国务院 那么新组建的国家监察委谁来驾驭呢 他是一个新组建起来的机构 对整个权力体系有一种结构性的变化 他要建立这个国家监察委的麻烦也是不小的 阻力也是不小的 他之所以愿意费尽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要给他赋予重大任务的 所以必须要是 足够信任的人来掌管才行 除非是习近平自己来管 那么现在的几个副总理 第一副总理张高丽那是要走人的 因为他是江泽民所培养的人 以前还有人猜测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会不会接总理的班啊 这种可能性更小了 因为江泽民这一派系的人都是要被边缘化的 韩正能够接了余振生的班 当全国政协主席就算烧了高香了 那剩下的那几个副总理汪洋虽然有才干 但是现在显得还不获信任 到十九大当然有大半年他作为一匹黑马出现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 只不过现在还没看出这个迹象 那么总理的职位能不能虚化呢 也许有一部分职权可以给他弱化 但是总理之职虚化不了 因为国务院总领着全国的政务系统 总理是宰相之职 这不像是人大 人大的职能你可以给他加强一点 也可以给他削弱一点 他好像伸缩性比较大 但是行政是办实实在在的事情 宰相之职在权力系统里面 你是没办法把它变成虚职的 只是一个谁来做的问题 你像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是把宰相给取消了 可是他的接任者发现 就是他的后代当皇帝的人发现 你取消了宰相 就得皇帝自己来兼这份差 你把他累个半死也干不完活 是吧 还不加工资 那谁愿意干呢 只有朱元璋这种开国皇帝 愿意干这种苦差 所以明朝后来的皇帝呢 就用不恢复宰相 名称的办法 恢复了宰相的职权 就是内阁大学士 因为目前呢 看不到接替总理的合适人选 这个相位在出缺 官场震动 这对习近平来讲 不是一件好事 况且李克强他并不抵触习近平 所以从习近平的立场出发呢 看起来让李克强在留任一届 还是力大于弊的 那么问题来了 王岐山去哪呢 他要不当总理的话 一种方案是去人大做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用人大任命监察委的这种方式 遥制国家监察委 这种方案咱们以前提过 其实他对王岐山本人来讲并不是太理想 因为这毕竟让他从直接操刀反腐的位置上退下来了 他虽然在政治局排名靠前了 但是实权实际上是弱化了 另一个方案呢 就是能够按习王的预期 把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实实在在的充实那么大的权力 在规格上他和国务院平级了 那么王岐山就可以自领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负责人 同时留任政治局常委 这样按照五人的政治局常委会的架构 就分别是总书记 国务院总理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全国政协主席 和国家监察委负责人 那么现在的第一副总理和意识形态负责人呢 就从19大以后的政治局常委里出局 习近平自己也打破任期限制 不再涉接班人 这是一个最简单最清晰的权力架构 当然 19大到现在还有大半年 这中间还会发生很多事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事实的变化 再来做评论上的调整 谢谢大家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 麻烦了